这个高利贷有点狂,为了追回欠款,竟把欠债人埋到了土里,只把脑袋露了出来,欠债人慌了,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被泥土挤压到呼吸困难,但高利贷的手段还没有完全使出,只见这个高利贷,提来一桶炒菜油,用刷子呢,左一层,右一层,涂满了欠债人的脸,喂,小子,你再不还款,我就一把火烧掉你的脑袋,欠债人被吓尿了,顿时滋养了土壤, 赶紧归还了欠款,还有一家人,也是欠款的老赖,这个高利贷呢,便登堂入室,脱了衣服,露出小青龙远身,穿着卡当小裤衫,请来一个暗魔女,就在这家人的沙发上,当场表演开车的技术,场面误会不堪,吓得这家人,也赶紧归还了欠款,然而这个高利贷,这么威风凛凛,手段凌厉,却只是一个黑帮小弟,他与母亲弟弟妹妹,住着破败的房屋,抖且抖声, 所以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翻身的机会,带家人过上好日子,具体让伯爷给大家讲讲 这个狠角色名叫阿斗,日常工作就是催债,但是啊,这每回催债的功劳,全都被黑帮的二老大抢走,他只能当个炮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但是这回呢,阿斗却聪明啊,他直接越急,把这催债的功劳,报告给了黑帮老大 黑老大很欣慰啊,觉得阿斗很有血性,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就把准备开议的游戏厅,交给了阿斗来打理 阿斗是受宠若惊啊,想着这把一定要嫌疑翻身 结果就在开业当天呢,这跟黑老大敌对的三叉帮是直接砸了游戏厅 原来啊,这游戏厅占用的,就是人家三叉帮地盘 阿斗是气不打一出来啊,直接冲了进去,理解,飞脚开打 他拽着对面脑袋,一拳砸到了游戏机上 老子刚转运,你们这群憋似的就来找茬 阿斗是越想越气,直接拳脚并用,把三叉帮打得满地着牙 而这一架势啊,就像是三叉帮跟阿斗有杀腹之仇一样 恨不能把他们大写八块 三叉帮被打懵了,赶紧上着黑溜 但是我们阿斗打红了眼,直接带着小弟们开车追到了废弃大楼 双方也再次展开了较量 三叉帮集结了一百号人马报仇 他们没有格斗技巧,没有功夫打尸 就是灰气棒子暴力猛砸阿斗所在的车辆 车上的玻璃是噼里啪啦的碎裂 不知道的,这还以为是在放鞭炮呢 接着,就是从车里生生把阿斗一帮人拽了出来 阿斗是怒不可遏,他一脚踹开车门 一棒子把对方打成脑一血 阿斗也没什么格斗技巧嘛 就是凭借一身蛮力跟三叉帮血战斗地 不是我踹断你的命根,就是你拧断我的手臂 双方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 而阿斗最后呢,简直就是打疯了 直接掏出了匕首,插住了对方大腿 最后啊,这是以三叉帮的惨败告终 但是啊,阿斗也彻底失去了打理游戏厅的机会 这下呢,阿斗这条咸鱼算是被彻底咸死了 而且啊,这家里的房子要拆迁 母亲跟对方理论,结果是被对方直接打进了医院 这就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是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但是阿斗始终坚信 我命由我不由天 一定会有机会再次让他翻身 结果呢,这机会是说到就到 黑老大的保护伞检察官最近频频找到黑老大要钱 两个人是蛇鼠一窝,黑老大负责犯罪,检察官负责遮掩 但是呢,这检察官最近是狮子打开口 要黑老大多给点保护费 这也逼得黑老大是当场查了毛 决心干到检察官 而我们阿斗呢,是正要给母亲付医药费 但是啊,他穷得叮当响 于是便决定铤而走险 去杀了检察官,获得高升 阿斗跟心腹二弟在这天晚上开车 跟踪尾随检察官 二弟是故意撞上去 检察官下车查看车子 二弟便上前跟检察官交涉 吸引检察官的注意 阿斗的趁机偷袭 从背后挥起棍棒 把检察官一棍子打死 等到的时候是把尸体放进了后备箱 彻底毁尸秘境 阿斗处理得很好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下这黑老大更加上识阿斗了 他想要提拔阿斗 结果这就走落了风声 杀检察官的事被二老大知道了 二老大把阿斗高中之后 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面拉屎 于是呢 这也是交给阿斗一个催战任务 而这个任务地点就在偏僻的郊区 阿斗当即便意识到 二老大这是要拿他开刀啊 所以阿斗立马决定要先发之人 于是 这阿斗在二老大妹妹的婚礼上 趁二老大去放水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把匕首 刺入二老大的腰腹 同时是捂住他的嘴 把他拖进厕所 连子捂刀 这时啊 二老大手下是正巧进来放水 阿斗赶紧按下了抽水马桶 遮掩打斗声音 等人走后 这阿斗面露狠色 一刀直接接过了二老大 然后 阿斗是恢复了正常神色 回到了酒席上面 就像这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下 阿斗是清云之上 顶贴了二老大的位置 并且付了母亲的医药费 还搬进了大方的地主 日子逐渐过得美好 而且还追到了初恋女神 但是阿斗是一点也不开心的 他喝了点小酒 是找到了发小桌库 这个发小名叫金导演 正是一个无人问津的 十八线的小导演 他想要拍黑帮电影 但是啊 这投资公司觉得 他的剧本太垃圾了 他听到阿斗说 是靠杀人才能获得现在的地位 而这话 也一下子点燃了 金导演拍戏的希望 我们阿斗在醉酒之后 那又是一条好汉 黑老大是派给他一个肥差 他又把一个平民区 改建成一栋富豪别墅区 这可是能净赚五百个亿的项目 但是总有丁子虎不愿意搬迁 便派阿斗去赶走丁子虎 表示事成以后 会给阿斗五十亿的酬劳 阿斗也顿时爽一放光 他暂时忘记了杀人的痛苦 同时也找回了初心 那就是 加入黑帮就是为了钱 于是 这阿斗带的小弟们 去的平民区是又大油沙 结果 这又是惹到老冤家三叉帮 原来啊 人家三叉帮 也想要在平民区里盖房 阿斗不知道这茬 结果被三叉帮突然偷袭 砸烂车窗是放入了蜜烟 阿斗被薅了出来 当场被勒引过去 跟着手下一起 被绑到了一辆面包车上 很快啊 这阿斗便醒了过来 他的嘴巴被绑上了黑布 双手被捆在身后 阿斗便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了一个打火机 让手下帮他烧断绳子 但是啊 这手下看不到背后 只能凭借一股感觉去烧 结果啊 这就烧到了阿斗皮肤 阿斗是强忍疼痛 不敢发出一次的声音 声声哀悼 绳子被烧断 等到绳子被烧断 他直接解决了 三叉帮的全部马仔 再冲到了三叉帮老大的聚会殿 直接断了三叉帮老窝 顺利拿回了钉子户的地契 黑老大是甚是满意啊 而金导演凭借阿斗的故事 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一夜之间 这险于翻身 电影院里长长爆版 阿斗跟二弟去捧场 结果这是越看越气啊 原来啊 这个倒霉催的金导演 竟然把两人谋害检察官的桥段 完整地拍了出来 阿斗想到 正是自己醉酒那回 不小心把这事说了出来 此刻秘密揭揭发 虽然这影迷们都不知道 但是这干坏事的人 总担心有人看出端倪 所以呢 这阿斗别想要教训一下金导演 但是又想到 对方毕竟有自己的发脚 阿斗是真的下不去手了 于是呢 这就私下言语危险了一头 如果你再敢拍我的故事 我就让你尝尝 被刀子 扎紧身体的滋味 阿斗二弟得知后啊 气恼阿斗太感情用事了 于是 这二弟背的阿斗 带人直接绑架了金导演 然后埋进了一个土坑 用棍棒狠狠地折磨了一夜 等到了天亮 就把金导演像扔垃圾一样 扔到了荒壁角落 二弟还不忘威胁金导演 你如果敢把杀检察官的事 吐了出来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 隐恨西北 谁知道 这番威胁是根本没什么乱用 反倒是让金导演 新生了复仇怨气 花重金请了一个黑帮 前去刺杀阿斗 而我们阿斗此刻呢 是正在跟初恋求婚 他远远地看到 这一群人来之不善啊 于是 阿斗是立马跑路 跟对方在书店内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 但是啊 这阿斗毕竟是双拳难敌四首 他便利用了地形优势 左闪右躲是逃出了升天 阿斗回到了家 思考了整整夜 他想啊 自己的仇人 好像就剩下金导演了 所以 阿斗必须要了解他 而旧的此刻呢 黑老大同样知道了 电影拍出了检察官的事 心中也不明地担心起来 而旧的这会儿呢 阿斗是找上他 表示自己会干到金导演 之后远走高飞 绝对不会说出傻的检察官的事 希望黑老大念在他这么中心的份上 把那五十个亿提前给他 黑老大也顿时答应了 而阿斗在行动之前 告诉二弟 等着自己走后 一定要夹得尾巴做人 不要再惹是生非了 随后啊 这阿斗来的夜店 找到正在开庆功宴的金导演 但是阿斗被人撞了一下 让金导演发现了他 金导演是立刻从后门跑了出去 阿斗是赶紧追击 结果在半道上 被人黑车当场撞飞 接着 这黑车下来的一种打手 对着阿斗展开了疯狂的袭击 其中一个打手是抽成机会 朝到阿斗胸口 狠狠地刺进了一刀 阿斗是痛苦不堪的 他只能强忍着 打倒面前的杀手 并且怒吼一声 你们到底是谁 但是没人回答他 只有一群棍棒 对他不断的招呼 阿斗是用尽全力逃脱 但是对方就像狗皮膏药一样 粘着阿斗死死不松口 这时阿斗的手下赶来 他们赶紧辅助了阿斗 阿斗以为这下终于安全了 然而就在下二秒 这右边的手下 朝着阿斗腹部 直接猛刺了一刀 手下看到阿斗不死 接着又刺进了一刀 阿斗是彻底震惊了 他完全不明白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只见二弟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啊 这正是老大害怕阿斗 会泄露杀检察官的事 于是便让二弟前来干掉阿斗 因为杀检察官时 这黑老大并不知道 二弟同样也是残忍其中 阿斗就这样 死在了最幸运的兄弟手里 而金导演并没有检察官 被害死的证据 也就没办法 对老大构成威胁 等到的时候啊 黑老大宴请金导演 拍摄自己的传奇故事 在大众面前 彻底洗白黑帮形象 二弟则直接上位 顶替了阿斗 这三个人虚情假意 贝利不堪 凑成了一组新的利益关系 就是不知道 这下一个死的 又会是谁 本篇 刀子结束 本篇叫 背后的背后是金招 所以啊 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上 最卑劣的社会注重 本篇好看 推荐去看原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熊熊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